神州十号飞行任务中 恒天员王亚平太空述课期间 全国有六千万中小学生在地面课堂上课 社会反响巨大 在神州十二号飞行任务期间 我们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了 开学第一课天地互动环节 与香港中联办特区政府联合组织开展了 仰望星空化天空天地连线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人航天作为有人参与的航天探索活动 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 蕴含着得天独厚极为丰富的科普教育资源 对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中国空间站不仅是全球科学家 开展空间科学 空间技术 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 也是鼓励青少年 热爱航天 参与探索 追求科学的实践平台 在总结和发展 在人航天科普工作 有益经验的基础上 在此次任务中 我们策划了 更加形式多样的 科普教育活动 我相信王亚平老师 会很快为大家带来太空数课 第二课 孟坚 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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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